我們看看這一題 它說以致泡溢線γ的焦點是F 我們假設泡溢線是這樣子 這個焦點是F 頂點是V VF等於4 代表這個焦距 C是等於4 就是C等於4 PQ是在γ上面 假設P在這裡 Q在這裡 在γ上面 而且焦點是在PQ線段上面 PQ是18 這個拉斯圖是18 它會說 這個PF 減掉QF 取決類值 可能是這個比較長 右可能是這個比較長 大小多少 這什麼辦 我們現在給它立坐標 這個假設是Y軸 X軸 X軸 通過頂頂 X軸 Y軸 這個位置 這個的話是準線 這個焦距是4 那準線就在這裡 準線這裡的話也是4 所以這個是互4 好 那現在我們曉得說 這個PW線上的點 到達焦點距離 與它到達準線的距離一樣 比如說這一段的話 跟這一段一樣 當然畫的不準 看起來不準 那這一段的話也是跟這一段一樣 好 那他現在問什麼呢 問說 這個PF 減掉那個QF 或者是說 QF減掉PF QF減掉PF 就等於這一段 減掉這一段 因為 QF跟什麼 跟這一段一樣 焦點到達 抛線上一點 抛線上一點 到達準線距離一樣 就等於這一段 這一段 減這一段 那這一段減這一段 就等於這一段 我們叫做ΔY 為什麼叫做ΔY 就是我現在的話 這條直線 跟這個PW線的話 焦點是在這裡 這個焦點我叫S2Y2 焦的話是這個焦 γ跟直線的焦點 這個的話 是SEY1 好 那這樣的話 我把Y1跟SE 算出來要一減 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求解什麼呢 求解這兩個焦點 那怎麼做 首先這個抛線 因為我把它立在這個標準的座標上面 這個PW線 它標準是 通過原點 00點 X比方 等於4C C現在是4 4C 4CY 4CY 也就是說 這個PW線是X比方 等於16Y 是這個PW線 這條直線 這條直線 它通過這個 這個焦點是多少 是04 我假設協力叫做m 所以這條直線 這是鋼 這條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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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我用點結式 Y-4 等於協力m 乘以X-0 就mx 好 那我現在把那個Y代掉 求焦點 這是mx 加4 那我把它給 乘以16 我這裡有個16 16多少 Y Y是mx 加上4 因為我把4移過來 變這樣子 這樣子以後 我整理一下 我把這個移過來 s平方 減16 mx 減掉64 等於0 減掉64等於0 那麼它的兩個根 這兩個根 就是se跟s2 兩個根的話 x乘多少 等於a分子乎2分子b 8m 加減 2分子b 平方 8m 平方 減ac 加 64 這有64 8 8 64 那現在的話 這個 Δx Δx 就是這個 這一段 就x2 -se Δx 就是上面那個根 減下面那個根 就等於2倍多少 2倍多少 2倍的這個 這個的話 64抽出來 是8 乘以8 8 更號多少 8 8 64 就是抽出去了 m平方 加1 所以Δx 是等於16 6 6 根號 m平方 加1 好 那現在的話 pq這個長度 多少 pq pq這個長度 等於多少 呢 上次等於根號 多少 這個平方 加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 就是Δx的平方 加上Δy的平方 好 那我現在把Δx抽出來 Δx就是這個 那乘以多少 1加Δy除以Δx Δy除以Δx 就是這一條直線的斜率 事實上就是m m平方 啊 這個等到 這個是等於那個18 好 那個代表就是這個嘛 所以把這個東西 帶進來 就變成16乘以多少 m平方加1 因為這裡有個根號m平方加1 這裡有個根號m平方加1 所以是m平方加1 就等於多少 2918 2816 那m平方就等於多少 8分之9-1 就8分之1 所以那斜率 就等於 那因為我們是這樣畫 當然你也可以這樣畫 我可以說 協力又是負的 這樣畫協力又是正的 我們現在協力取正的 取正的 就2跟他2 不論你取正的取負的 答案都是一樣 因為這裡它是取句跟子 好 那m做出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求Δy Δy是多少呢 Δy的話 這裡把取Δy 事實上就等於協力 乘以Δx 那m的話 實際上是等於2跟他2 1 乘以Δx Δx呢 是在這裡 乘以16 在這裡 再乘以多少 m平方多少 這是8分之1 把這平方是8分之1 加1 這是8分之9 所以這是2 根號2分之16 乘以多少 乘以 根號8分之根號9 根號9就是3 這根號8 這也是根號8 所以這是8分之16 乘以3 8分之16 所以答案是6 答案是6 這是QF多少呢 是8分之1 為這個 1 這次數字 3分之1 4分之1 8分之1 4分之1 4分之1